花莲市112年新增了主力、民运、还有主木三个社区福气站 市长卫家燕分别前往各个福气站 问候长辈们也制证加菜金 市长他也鼓励社区长辈多多参加福气站的课程活动 让银法生活可以更健康又活力 花莲市112年新增了三个社区福气站 分别是主力、民运、还有主木这三个据点 市长卫家燕专程前往祝贺 也制证加菜金鼓励老大人们多多参与福气站的课程活动 在我们花莲市目前已经有第16个 那今天很感谢我们五周公益协会 然后来在自己的一个据点来创办我们福气站 那我们也希望说不管是在任何据点、任何的形式 我们也希望说都能来施工所这边做申请 那未来也希望能更多的人一起来为我们不管是社区的年长者来服务 一年后我们让整个不管是在我们花莲市或是整个不管是个礼 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一个重生的一个契机 然后让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 主木社区福气站是由五周公益协会所承办 在中药店的背景之下课程安排有更多中草药的设计 那我们的课程呢 基本上呢就是有一些健康促进的身体的一些活动的课程 然后还有一些手作 譬如说我们这边以中医主轴为主的话 我们会给他们做一些中医手作的一些茶包 还有一些中医的课程 那我们因为也有举办那个急救培训员的班程 所以我们会加入一些比较专业 告诉老人家怎么遇到危险的时候自救的一些尝试 然后也有请到宏会的教练来做这一方面的后续的教导 那还有我们之后热灵班还有社区据点开战了之后呢 我们还有更丰富多元的活动 希望可以让我们的长者可以在这个我们五周里面 越活越开心 越活越健康 施工所社劳科表示 新社的三处服气站开放时间 主力社区是每个星期四的下午 主目社区是每个星期五的上午 而民运社区则是每个星期六上午 各站都有丰富的课程内容 也欢迎所有社区长辈们可以踊跃参加 借队慧患事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